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到訪深水埗一間專業培訓中心 了解內地合約照顧員 抵抗之後的訓練課程 並為學員打氣 社會福利處自三月初起 向內地直接聘用合約照顧員 至今180人抵抗 他們來香港之後 會接受為期三天的課程 學習日常護理和照顧技巧 連同這批正在受訓的人員 本週後期將有共大約120人 在各站託中心服務 4分別調校 制服務所詞 在某你 是 評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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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是 評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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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評論